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格力传奇故事 我是主播金飞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件事情 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的 银州区的石器北路的一个路口 这是当地最繁忙 人流量最大的一个路口 可今年3月29号下午3点 这里呢 却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往常川流不息的这个闹市区的路口 突然聚集了上百号人 乌痒痒的一大片 把整个路口都给围了个水泄不通 诶奇怪了 大家到底在看什么呢 这么热闹 一看不得了 原来当时在路边上竟然躺着一个老人 而且据围观的银路说 这老人还受了伤 我看见老太太头上都是血 头上都是血 看来这老人伤得不轻啊 可是他怎么会一个人躺在这路边上呢 记得大家疑惑不已的时候 地上的这个老人突然开口说话了 老人用的最后一丝力气向大家发出了微弱的求救声 报完这个号码之后啊 他就昏过去了 这下围观的人们全都慌了神 这得赶紧救人呢 热心的人们马上按照老人说的这个电话 就打了过去 接电话的是老人的女儿 余女士 余女士一听母亲晕倒在路边了 吓得差点也晕过去 母亲危在旦夕 余女士是心急如焚 赶紧就骑车往这个事发地赶 可那边老人的那个状况已经等不及了 没等他来 大家就报了警 警察赶到线上之后 立马就通知了120 把老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 余女士呢 随后也赶到了医院 让他松了一口气的是 在医生的救治之下 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但是报告显示 他的头部呢 受伤不小 不仅有脑挫伤 血肿 头皮 还有裂伤 所以呢 老人醒过来之后 一直都头痛不已 这让一旁的余女士非常的担心 我头痛的话 我们俩姐妹不知道怎么办呢 这个头一直交叉着她 以后怎么生活啊 老人的伤势确实是让人很担心 毕竟这么大年纪了 真留下什么后遗症呢 就难办了 不过担心归担心 余女士就想不明白了 好端端的母亲 怎么就突然就受伤了呢 更让她想不通的是 母亲怎么会一个人 躺在路边上呢 而且她躺在那个地方 拾去北路 余女士说 在她看来 母亲绝对就不会出现在那里 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余女士说 她母亲呢叫徐毅 今年69岁了 事发那天上午呢 老人在医院做了个抽血检查 下午两点多钟 老人出门呢 其实是去拿化验单的 这都没问题 据余女士说 问题就出在她母亲要去的那家医院 其实离他们家很近 只有一公里远 可是这十七北路呢 离他们家足足有八公里远 余女士就纳闷了 母亲取个化验单 怎么会取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呢 还受了伤 这没道理呀 再说了 她记得当时母亲出去的时候 是骑了电动车的 可是据警方勘察 在老人被发现的这个现场 并没有看到什么电动车 电动车去哪了呢 事后警察在一个大家都意想不大的地方 找到了她 那是在距离老人被发现的实际北路 有七公里远的一条叫云林中路的一个路口上 警方发现老人的电动车摔倒在了路边上 这就让人纳闷了 老人明明是骑着电动车出去的 怎么就人车分离了呢 还隔了七公里这么远 可是出人意料的还在后头 根据对电动车和现场环境的勘察 警方得出了一个结论 老人很有可能是在云林中路这个路口 出了事故才导致受伤的 这也就是说 发现电动车的这个云林中路 才是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 在云林中路出的事故 老人却孤身躺在七公里之外的实际北路上 这也太诡异了 有人可能说了 这还不简单吗 老人不是醒了吗 问问他就知道了 可是老人因为被撞到了头部 醒过来之后意识一直很模糊 他只记得那天下午 他确实是骑车去医院拿化验单 但是在经过云林中路一个路口的时候 七公里呢 他也没有空间移动的这个超能力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是别人把他带过去 过不其然 很快的警方就打听到了重量线索 有目击者看到 老人的确实是被人开车 带到实际北路的 不过还没完 那目击者接下来的一句话 就让人震惊了 老人竟然是被人从车上扔到路边上的 注意啊 是扔 平常我们只有在扔垃圾的时候 才会用到这个动作 可是呢 今天却有人把一个年过六旬 而且受了伤的老人 从车上扔下来 究竟谁会这么狠心呢 警方立马就怀疑到了一个人 估计有人也猜出来了 没错 就是那个撞到老人的肇事者 除了他呢 警方想不到谁还有这个可能 因为从老人被发现 送到医院到现在 他从头到北都没露过面 这明显就是肇事逃逸了 可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肇事者就太遭人恨了 把人撞了还不算 还要把人扔大马路上 这行为简直是可恶至极 不过有一点的情况想不通 那就是如果这个肇事者 在想要逃避责任 要把受伤的老人丢弃 那他也应该找个没人的地方 他为什么要把老人拉到了这个人流量最大的闹市区域呢 这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 他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呢 看来要想知道真相 必须得尽快把这人找出来 可是车已经跑了 上哪去找人呢 幸好在离事发地不远的地方的有一个监控视频 这个监控视频呢 正好就拍到了那辆车 甚至还拍到了老人被扔下车的全过程 我们呢 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这天下午2点50多 确实有一辆白色轿车停到了路边上 车停下来之后 副驾驶的车门呢 就被打开了 可是里头并没有马上下来人 车里边的两个人似乎在发生撕扯 据警方辨认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这个人 应该就是余女士的母亲 视频很模糊 但是看上去老人似乎不愿意下车 我们可以注意看他的脚 屡次已经伸到车门外边了 可是他又几次缩了回去 老人挣扎着不想下车 但是车上那个人呢 却似乎一直在推散 很快让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老人背后突然被人猛的一推 顿时整个人就从车里滚落到了地上 而成功的把老人推下车之后 那个人就迅速关上了车门 扬长而去了 估计看到这一幕呢 所有人心里都会冒出一股寒意 老人本来就受了伤 应该赶快送到医院去救治 却被这样硬生生的推下了车 特别是当看到老人从车上滚落在地上的时候 让人心痛啊 很快警方就通过监控视频查获了这辆车的车牌信息 通过车牌信息 民警呢很快就找到了这辆车的车主 不过根据调查 当天开车的人呢 其实并不是这个车主 而是他的堂弟 一个叫陈某的人 事发那天呢 是他借了车主的车 也就是说 陈某呢很可能就是警察要找的那个人 那那个陈某到底在哪呢 没想到这个时候啊 陈某就玩起了失踪 民警多次打他的电话都关机 又找到他住的地方 也没找到人 没找到 因为他没回家过嘛 看来这个陈某明显是知道自个犯事了 躲起来了 不过躲是没有用的 就算他躲到天边 警察也得要把他揪出来 可就在警方准备撒开网 全力追踪陈某的时候 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那是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早上 一个男子呢走进了公安局 他竟然自称是陈某 是来投案自首的 连警察呢都觉得很惊讶 他们还没开始出动呢 陈某竟然就主动送上门来了 而且陈某呢很快就主动交代 确实是他把老人给撞了 而视频当中开车把老人带到石器北路上的也是他 那么陈某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真的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遗弃老人 可我们也说了 这石器北路也不是个遗弃人的好地方 他明明是个闹市区的路口 陈某为什么选择这里呢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接下来陈某的回答就让人意外了 陈某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陈某说啊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据陈某交代 事发的那天下午 他借了堂哥的车 打算去附近的这个青访城去买点东西 刚开始都没事 可是就在他打算驶入云林中路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他手上的也快都到中 他电脑都到中间了 陈某说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当时老人呢 正好也骑了一辆电动车 从那个路口经过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老人被他撞倒在地 昏迷了 陈某顿时就吓傻了 妈这闯大祸了 撞了人怎么办呢 陈某说他当时第一反应呢 就是赶紧把人送医院 于是呢 他赶紧多着喝缩的就跑下车 把受伤的老人抱上了自己的车 他的状态有点红昏沉沉的嘛 就把他抱上车上去了 他的眼睛闭上 他也有一点不想上车 他意思就是 往后撤的一样 应该也会把你抱上车上去 我当时我哪想那么多 我只想把他送到医院去 照陈某这个意思呢 他当时其实是一门心思的 想把老人送医院 可是不对啊 他送医院 怎么会送到石器北路上去了呢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 于女士说过 他母亲那天出门呢 其实是去他家附近的一家医院 拿患烟单 据警方后来了解 那家医院其实距离他们发生车祸的位置 也非常近 就在旁边 医院就在旁边 陈某没有去那 反倒跑到七公里之外的石器北路上去了 这说不通啊 可是说到这儿了 陈某是一脸的尴尬 据他说呀 这是因为事发当时他太紧张了 紧张到都忘了附近就有一家医院 他只记得石器北路上有家医院 陈某这么说呢 倒也能够理解 可既然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中途又狠心的把老人扔下车了呢 难道是看到老人伤得不轻 又改变主意了 可没想到一听这话呢 陈某是大喊冤枉 说天地良心的 哪是他要把老人丢下 明明是老人自个儿硬要下车的 老人自己要下车 是怎么可能呢 可是陈某就一脸委屈的说 自己真没骗人 当时他一路就把车开到了石器北路上 这就快到医院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昏昏沉沉的老人 突然开口跟他说话了 按照陈某的说法 当时老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直就要求下车 他怎么安慰都不管用 到了最后 为了下车 老人竟然强硬的自己去拉车门了 陈某说眼看老人这就要强行下车 他赶紧就把车拐到了旁边的路口 停下来了 车刚一听闻 老人这就要伸脚出去 那时候我一停了 车门打开了 打开了 他这个脚要下去 我那个手就扒他的腿 不能下 然后他这个鞋子掉了 鞋子掉了 那我就弯腰去捡 没过到 然后我往回转 回转下车 我看我也当时我也搞不清楚 怎么哪有这么大的劲 然后下车 这就把人搞糊涂了 按照陈某的意思 视频中我们看到的 他和老人在车里的撕扯 其实并不是像我们之前所猜测的 是他在把老人推下车 而是老人自个儿要下车 他的吉利的阻止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遍这个视频 因为确实太模糊 当时车里的情况 还确实很难说清楚 到底是老人自己要下车 还是陈某要推他下车 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老人最后从车上下来的那个姿势 他可是从车上滚下来的 按说如果老人主动要下车的话 应该不至于会这样从车上滚下来吧 而且我们看到老人下车之后的 陈某几乎是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车门 而且是一路疯狂的套看 我们不排除或许老人在昆迷的时候 无意中跟陈某说过要下车这样的话 可如果陈某是真心想把老人送到医院去 而不是想遗弃他的话 那他眼看着老人滚落在地 他应该立马下车再把老人扶上车 继续把他送到医院才对 为什么要跑呢 还跑得这么快呀 可对此呢 陈某的回答就让人无语了 怕被人打 怕被警察抓 所以呢陈某就任由一个受伤的老人 倒在路边上 不管他的死活 这也真亏得他做得出来 难道他就没想到 他就这样跑了 老人的生命会很危险 陈某说 那个时候他已经被吓破了 他根本就考虑不了那么多 只想拼命逃走 所以当时呢 他是一路狂奔 直到把车开出去好远 才敢停下来 快停下来之后啊 他那颗心还是吓得砰砰直跳 老人怎么样了呀 把他一个人扔到那儿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呀 不行 那得回去看看 可是陈某呢 不敢开自己的车去 这就打了辆出租车 不过等他再次回到事发地的时候 老人已经被送到医院去了 陈某自己都说 这是侥幸心理 所以看到老人不在了 他心里的还是很不安 很想知道老人去哪了 但是他又不敢去打听 有人可能会说了 这陈某还真的是会给自己找借口 就算是老人自个儿要下车 难道这事就跟他没关系吗 他怎么不想想 是谁把老人撞成那样 其实陈某何尝不清楚 这事跟自个儿脱不了关系 他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所以当天晚上呢 他都不敢回自个儿家里住 而是躲到了一个朋友家里过夜 可是那天晚上呢 他这心理压力很大 就像有块大石头压的心头一样 呼吸都困难 喘气都喘一半点 万一又有什么事 这是说不清楚 是啊 万一老人伤得很严重 陈某可就贪上大事了 一想到这儿呢 他是坐立难安 六神无主 可陈某呢 不敢轻易把这个事告诉给别人 更不想告诉给家人 原来这陈某呢 也三十多了 上有老下有小 他还是家里的老大 而他家呢 又在农村 经济条件并不很好 父母身体也不好 陈某不想让他们担心 最后呢 实在逼的没办法了 他只要打电话 向朋友求助 可是没想到朋友一听这情况呢 对陈某披头盖脸的 就是一顿臭骂 他这没事 你跑什么来 不要跑 我说我当时我怎么知道 我说他不让他下车 他硬要下车 你叫我怎么办 他说你傻 你不要跑 你敢去交警呆 去处理 不要跑 你怕什么怕 要说陈某这朋友呢 比他可是靠谱多了 这才是出了事应该有的态度 而陈某呢 也一下被这朋友骂醒了 这就真的打算去自首了 可是那个时候呢 已经是天色晚了 只能等到第二天 但是那天晚上 陈某躺在床上是辗转难眠 他是越想越害怕 万一老人有三长两短 可怎么办呢 被死呢 他还不断地上网查询 肇事逃逸的这个相关信息 可是越查的心里就越发慌 要说陈某这话呢 也的确让人心寒 他想到老人如果出事 第一反应不是愧疚自己撞死了一个人 而是害怕自个儿要坐牢 这就像他当初把老人扔在马路上的行为一样 狗自私的 因为担心自个儿要坐牢 第二天一大早 陈某就迫不及待的去了公安局 进去之后的第一句话 就是询问老人的情况 得知老人没有性命之忧 他信的这个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 不过警察说了 这并不代表着他就没事了 因为肇事逃逸 他还是被警方拘留了 消息也很快就传到了陈某的妻子耳朵里 得知丈夫闯了这么大的祸 陈某的妻子是既震惊又痛苦 这个事情猛的欲出 我感觉自己好像承受不了 我每天很早就醒了 睡不着 到现在这个事情 我们两家人爸妈都不知道 他妈妈有心脏病 有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好累 因为陈某的过错 连累家人都跟着受罪 他确实是太不应该了 不过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只有面对了 不过让人安慰的是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 老人的伤势已经在一天天的好转 不仅是能动了 经过检查 老人头部的伤也并不构成重伤 所以最后陈某的行为 并没有被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因为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 交通肇事罪认定的前提 必须是致人重伤或者是死亡 而老人只是轻伤 陈某的行为还不构成犯罪 所以最终他被处拘留15天 罚款2000 同时赔偿老人5万块钱的医药费 这个结果对于陈某来说 已经是很侥幸了 不过总结整件事情的经过 他还是特别的后悔 怎么不后悔 现在人家都是我傻 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会打电话的 我也希望以后别有人再像我这样 这么傻 这样 选择了去生的医院 一定要生的地方 不要帮助把他对下来 希望陈某能够像他说的那样 充分吸取教训 以后不要再犯傻了 不得不说 在这件事情上 陈某的表现确实让人极度失望 你想啊 这一次算得走越 万一老人有个三长两短 那他不得后悔终生啊 而试想一下 如果当初他不逃跑 坚持把老人送到医院的话 是不是结果会比现在还要好很多呢 所以啊 很多时候出了事故并不可怕 关键是你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式 如果像陈某这样 一味的因为害怕 去逃避应该承担的责任 最后的结果是 你不仅没有能够逃避掉那份责任 反而后果呀 会更加严重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呢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了 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